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6日 这是今天第六场诸报点评行 给你们谈谈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博客 这是万维网的马黑的博客 是叫马黑的,马黑的博客 这篇文章透露一个消息 也就是身为官员要求马仔移走温家堡的画篮 马仔是谁呢? 马诗图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了解 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知道的人比较少了 他讲到了一个政治动态 官场上非常重要一个动态 因为现在中共官媒不报道元老了 包括文家堡 中共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你在任的时候有权吗 你是把这个过去的官员呢 就关到那个小监狱里了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讲吧 如果是现在手里有权 你可以把别人关进去 如果你没权 跪下来人就给你关进去 所以他们实际上都在监狱里生活 对吧?大监狱和小监狱 所以习近平现在 你别看现在台上 所有的权力基于身 但是呢 他可能 一有闪失 一夜间 他可能就要关到监狱里去 恐怕将来比关监狱可能麻烦还大 所以现在他很恐慌 因此这篇文章是显示了上层 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些动态 他这样讲了 他说他昨天收到了成都通顺小学的微信 那就成都是四川省的 因为马仕图是四川的作家 非常有名 他说今天上午呢 时时期 就是他这个同学给他发了微信 现在微信上 不就很多东西转来转去 你看转给我 我转给你 就是一个信息舆论平台 他说今天上午四点多钟 也就是四川省的官员 那就是王小荷现在在里面主张 对吧?王小荷是中宣部部长原先 是个马屁警 不过最近那个官场观察看 他有很多动态 比如说他在那个地方 经常搞一些外事活动 这可能是显示了习近平现在备战的这个打算 因为当将来打起仗之后呢 习近平分了好几条线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战略了 一个是金金纪 就第一线 因为你不论是和美国开战 还是和这个台湾 将来人首先是轰你的就是这个 这些北上广深 对吧? 那金金纪 你看现在反复提醒金金纪嘛 对不对? 再就是第二线就是双城 什么叫双城? 就是重庆和成都 一直在搞双城 你想想陈敏尔和这个唐良智 两个人不是一直在搞这方 好像这就是四川的成都的官员 对吧? 成都是市长到重庆市当市长 当时 想当省委书记 想当这个重庆市的一把市没当上 这个陈敏尔和兜里 你死我 我是吧 叫双城系 就这两个城市 七十街就是第二线了 第三线 那可能就是陕西了 再推就是习家老曹 这习近平把这个打算 就是他的家人都在这个地方 估计那里可能是 有这个防核打击的设施 就是你根本核打击 可能都打不到那地方 我这么猜测 一个是他 一个是这个地方 再就是四川的绵羊 因为绵羊那个地方 当年就是三线嘛 是吧 你看就是毛泽东的时代 为了和苏联抗 前苏联抗 不就是 就有一些这个 包括黑洞江的 大连的一些企业 突然间搬到四川去了 那个时候啊 原因就是备债 现在还在备债啊 如果是就是 他的老船陕西 挺不住了 他准备在那儿就跑了 因为那个地方 只有这个据我观察 你要是我的节目老粉就知道了 几年前我就讲了 只有这个陕西省有个副省长 他是驾驶员出身 就飞行员出身 就比你看看吧 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个 王小辉担任省委书记 他统治下目前的省的官员 他没讲叫什么官员 来到了马斋灵堂 就马师徒过世了 过世了 他家人不就纪念他们 因为他是个著名的作家 其实这个是应该 由铁宁组长 应该搞一个 这个遗体告别仪式 好好的纪念纪念 因为他这个 马师徒是个资深的 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家 像我们这个年龄都知道 他说呢 这个为什么到这个灵堂来 官员姓斯中来干什么呢 移走了温家宝悼念马老的画篮 哎 这就告诉你就是 温家宝现在冷人健在 而且还挺活跃 就给这个马师徒送了个画篮 过世了给你送点 这个表达表达心情 断带啊 晚连的画篮 以示纪念 他说呢 这个事使他家属感到 特别的惊惭 家属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多画篮 都是朋友们送的 他肯定交往了很多人 马师徒啊 马师徒又在像 就像那个赵书礼啊 什么当年那些作家一样 老作家嘛 一般像他这个年龄的 可能所生无竭啊 词语 而且字写的也挺好的 我看过他给别人 赠送的字啊 因为我在大联日报 做记者的编辑的时候 有一些人有收藏 就收藏马师徒写的字啊 这都是很值钱的东西了 咱从经济角度来讲 就应该讲 现在一幅字 卖个几万块钱 没有问题啊 而且是有收藏价格 因为他是名人啊 对吧 名家字画 名人 放的钱 名人字画 是吧 遭到万方 兼聚后 对方离去 就是他的家人 拒绝了 他这个消息怎么来 他说是这是我昨天收到一个大学同学的微信 原来这个这个维克的作者呢 他是万方的同学 就这个意思啊 他怎么知道 而万方是谁啊 就是马万方 全名就是马师徒的二儿子 有这么个关系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网络的照片啊 给你们看到 我送的部片故事啊 这是我看到的 我们这个节目是读报点评节目 不是第一信的 不是第一手材料啊 都是别人的 借题发挥 讲一讲 如此而言 讲对了 也不用感谢 讲错了 重新讲 就这么简单啊 咱们没有料啊 你要看料 你出去找其他的媒体啊 他说后排 左边第一个 就是马先生 就马师徒的儿子 长子 中间叫乌翠兰 马师徒的长女 他的孩子不少啊 右依叫马万梅 马师徒的次女 前排左依叫王发 马师徒的爱人 已经过世了 中间叫马万发 马师徒的次子 二儿子 前排右位马师徒 那就告诉你呢 这个消息是有来源的 是他二儿子告诉这个作者的 作者本来是披露的啊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 他就讲了 他说呢 网络里面的假消息很多 现在网上假消息很多 我跟你讲吧 就搅混水的啊 中共大外宣 一会儿是讲这个 这个领导人 一会儿那个领导人啊 就一半真一半假 都是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 为了误导大家披露出来 因为在这个西方 你开个博客 开个YouTube 随便 他就想通这个搅混水啊 那么他说 但是这个消息啊 真实性较大 因为他来自于成都的小学同学 对 他不可能见他了 对不对 没有必要 他说 马建生是 是我1964年到1966年 在成都小学 叫通顺小学的通班同学人 人这个作者是很认真的讲这个故事啊 他说我清楚的记得 我刚到成都读四年级的时候 马建生拿着他爸爸写的小说 叫青江作歌 到班上来给大家分享 因为他爸爸是作家 他就穷险的险的 是吧 小学同学们都过了七零 七十 七零 虽然长大后各本东西啊 相互联系不多 但各自情况也都会关注 特别是在成都的小学同学 更是如此 他就讲到了他和他家的交往啊 就这么有一个姻缘 他在一次同班同学 说马家依据马仕途的遗族 就是他过世了 在家里搞了个小灵塔啊 呃 现在是作家协会归这个 呃 这个铁明馆 铁明是 肯定是西明这套协商 是吧 搞基础这套 呃 现在他们对作家控制非常严呢 你包括四川省 他也是作家协会 对吧 作家协会啊 他是有级别的 我这个非常了解这些部门 这些部门控制非常严 尤其到了习近平所谓的时代啊 因为他就生怕什么呢 那些警惕那些有表达能力的人 表有表达能力的人 一个是记者 一个是编辑 再是作家 对不对啊 因为他们有表达能力 就有扩散能力 他怕你扩散出真相 所以特别控制这个作家协会 就分两手 一手是收买 就像铁明 他给他收买好了 给你一个级别 给你一个物质待遇啊 让你这个 其实就是出卖灵魂啊 就是你就等于包养钱 共产党给你包养了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你得歌颂正能量 得歌颂我们的 对吧 为什么中国的作家现在这么多 但是没有人能写出好的作品 并不是没有才华 而是什么呢 他们被捕食了 是大部分腐蚀了 对吧 为了这口饭 几两骨断了 就是拉拢 另一手就是什么 打牙 你要敢批评我送监狱去 或者给你派出公职 让你找不到生活来源 这很艰难啊 就作家 我太了解他们了 我跟你讲 你和他们交往 各个都是两面人 我就跟你讲吧 私下吃点饭 喝点酒 脸红薯薯的 讲民主自由法治 比魏京生讲的还好 讲到最后都是 哎呀 没办法 全是这样啊 特别的卑微啊 所以为什么中国搞得进来的程度 就是因为中国这些知识分子 包括作假 诗人这些人呢 他们就为了物质力 像这个东西绊倒了啊 这是一个普遍的共性 那么他就讲到马仕图 这马仕图 他有个遗嘱 他死的时候 就他亲友 就别人搞个纪念活动吧 他说网上有报道 他说我们从过去的新闻报道中 常见温家宝 被某位过世老领导 送花权的消息 他的问题就来了 他现在关注的不是说 马仕图这个事 他就讲马仕图 这个追到这个遗事 他有个小遗事 灵堂啊 为什么温家宝的花篮 拿来以后 放着放 四川省的官员们 竟然很烦这件事 这个很值得研究 对吧 他说马仕图为文革前的老十级干 就以前文艺领域也分级别 一级两级啊 就是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老的作家 这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 他是西南区各委副主任 西南区宣传部的副部长 就他是有级别的人 就文革开始的时候 他被李景全当做四川的乌韩 笨拖料摩萨 抛唇接受大批判 李景全我是比较熟悉 耳熟能详的 你看那个三联自然灾害 他搞得非常严啊 就非常 老平搞得非常苦啊 饿死人 人吃人的 就四川队友 就小孩啊 饿得受不了 家人就 他家里成员当中 哪一个人 就是子们当中 瘦弱就把他吃了 这是真事啊 你就多黑暗在那个年代啊 就毛泽东那个年代 李景全犯下了滔天罪行啊 邓陀武汉 辽莫沙 就是三家村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 最早搞运动 就是通过这三个人啊 艳山夜化 你们看过去 过去那些故事吧 非常有意思 洛杉矶还有个三家村 我这个 去了好几次吃饭啊 就是还请那个就是 民运那个 现在是洛杉矶 就副主席了 叫郑存住 郑存住一个我一个 还有一个老李王 我们三个一起吃饭 开玩笑 我说那三家村 请他们吃饭 就在那个 那个餐厅挺好的啊 是四川风味 三家村都是山鸡 我跟你们讲 有意思 你老郑呢 那人也挺能看着啊 我是讲什么 就是这个 邓陀武汉 辽默沙斯文化大革命的名人 就毛泽东 两个第一批的知识分子啊 就是抛出来 结束大批判 文革结束后呢 被平反落实政策了 也就是说 马仕图受这些人牵连啊 就是曾经 呃这个 做了牛棚 灌了牛棚啊 他说呢 呃 后来当过四川省人大副主任 也就是说这个 马仕图级别不低啊 你想人大副主任 那也是这么讲 也是领导干嘛 有职务的 对吧 他说呢 就马的官职 政治地位来讲 温家宝好像 不太可能给他送话去 完全可能 为什么呢 他自律深呢 再加上温家宝本身 他是一个喜欢文学作品的人 是很有 他有 还有文学这方面的 这个爱好这么一个人 刘温家宝啊 他说呢 但他的主要影响力 不在政界 而在文化界 特别是那个 根据他的长篇小说 《夜滩实际》中的第三季 叫《道观记》 改编拍摄的电影 叫《让子弹飞》 四川出了很多的作家 你看那个刘沙河 也是四川的吧 刘沙河是六派诗人 是吧 那个写得很好 刘沙河的散文诗啊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 那写的就是 五七年的时候 结束批判的时候 那写得非常好 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 就是这种 敢于挑战强权 不趋于权威的那种精神 他的这个文学艺术啊 那在全国都是锁得着的 天府自国嘛 对不对 他说是 让他在文艺名声大臣 就马仕图啊 温家宝给他的灵堂送花旋 也是可能的啊 这篇文章讲的 这篇文章就分析猜测 如果此事确实被震 那温家宝怎么了 还质疑这个事啊 这个人是有信任 你说这马仕图 不级 级别也不低 是吧 另外很有名 那温家宝送一个花篮 这是怎么触动了 中共敏感的神经 竟然找人来 要专门登门 要把这花篮拿走 吓成这个样子啊 他说温家宝给过世的 老同志送花篮 这消息过去常有报道 这次送花篮怎么了 已经退休多年 温家宝犯了错误吗 有新规矩了 高层退休老同志 送花篮的私人行为 必须得到批准 而温家宝送花篮 没有经过上级批准 温家宝送花篮 正常影响不好 不利益安定团结 联想到微信里有传言 两回后确立了六个原则 他说现在啊 微信当中有个传言 说有个原则 其中一个原则就是 清算邓江湖政治集团的危害性 难道这是一场 前朝政治大清洗 即将到来的预兆吗 想想确实令人惊骇啊 他是讲了这么些事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来猜一猜 那么这篇文章接着还讲到了 一些历史资料 我们先给他讲完 他说一个是1911年9月 四川有保禄运动 当时是越演越烈 清朝调派湖北新军 前往阵压 造成武昌防护空虚 这就为1911年10月10号 发生辛亥革命 武昌起提供有利的契机 这个他是讲历史上的故事 背景了 清朝垮台始于四川的保禄运动 他说微信里还有个消息 清明节安徽合肥红行路 严防死守 买花来需登记身份 他又讲了现在这个背景 在这个情况下 由此看 他声为要求马载 撤走温家宝花来一事 也可能与温家宝本人没有关系 这不过是两会前后 清明节加强总统管控措施中的一环 这是他的分析 这个人还是很认真的分析 他说想想看 温家宝给马载灵堂 输了花来 会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前往悼念呢 马载四人市设立灵堂 有可能形成 非政府组织控制的集会 越来越多人来到马载悼念 集会人群规模越来越大 撤随马路 人身沸腾 可能引起高层紧张不安 也是可以意料的 他分析了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怕引起连速反应 那么他说呢 最后他说 想起最近网络里啊 有一个传一个词叫脆断 就咔嚓一声断了 就挣钱 很多人不分析了 共产党的统治会 咔嚓一声完蛋 什么的意思呢 中国古代有此一说 就文武之道一章一诗 换句话讲 解释为缘 任兼实 任何政治统治啊 如果就像一根不断拉紧的皮筋 只有章没有诗 诗 笨诗诗 他说呢 只有印 一印到底 到了一定阶段 他就会脆断 萨纳 听的一声断 叫脆断 这篇文章是 就讲这么内容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 这个事是 确有歧视 因为他比较 符合情理 而且有来源 比较准确 你想 他是个小学的同学 他没有必要 编一个谎言 人家这个人 也没有必要 编个故事 热点事 是吧 在现在这个黑暗的年代 那么 为什么 习近平这么恐慌 那这个 王小辉啊 这个事肯定就是 王小辉下的灵 一定是地方 打员的一把手 下的灵 才能有这个事 因为你想吧 马仕图他过世 这个事 你想想 这个习近平 倒未必是什么 这个需要知道 这么细的事 那肯定 四川省 省委 四川省的这个 情报部门 叫安全安全局 对吧 还有公安局 公安公安厅 一定是知道的 对吧 因为这些人 都是重点的 监控对象 也就是说 你在地方 有了市民度 有了影响力以后 他就盯着你 哪个国家都是一样 他为什么盯着那些民人 因为民人有影响力 他需要通过盯着他们 紧盯他们 发现一些线索 以便是社会那些 这个 起于清平之末的一些东西 给他控制住 对吧 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那么他肯定知道 知道以后呢 可能就是说 对这个温家宝 这个送这个花来 他们 他们就了解了情况以后 可能就寝室上级 我想他至少 寝室国家全部 就这个事 他送花来 这是怎么办 那么你想吧 温家宝送花来呢 就肯定是 也是 就是像这个 范 这个 范长龙讲 那个情况 就是 就许一平 对这些元老 他都一定 兴起变的元老 都有纪律 这个纪律 这个纪律肯定是 是个大的 大的 镜块 没有那么细致的 没有那么细致的小镜块 大镜块 比如说你送花来 他可以送 对吧 送完了以后 这个肯定是上面 还是有一些分歧的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习近平 现在超烦温家宝 对吧 你看他上了以后 任温家宝 在地震来临的时候 危险的时刻 就站在头牌 现在媒体 每天都在报道 对不对 因为 为什么人家纪念 这个李克强 并不是李克强 多么好 就是因为 习近平是多么的坏 那么说 人家文家宝呢 为什么现在老百姓 特别的 就是 怀念文家宝 在文川地震当中表现 那就是因为习近平 在这些 护法事件 危险时刻 来临的时候 总是缺失自己的身影 对吧 人们就加倍的 进行比对 怀念 就这么回事 就像你 比如说 你爸妈妈妈活着的时候 你不觉得 尽孝的最往显 对吧 后来呢 你就缺乏 缺乏母爱和父爱 早早的 父母都没有了 那时候 你就加倍的 怀念老年 对吧 这都是一样的 人都有比对 所以这个很犯计的事 习近平害怕 再提文家宝 这就等于批评 他一样 是吧 你看 这个郑州 大水来临 对吧 死了那么多的人 他对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徐立义的处理 那就是高举情况 不了了之了 他绕道跑到西藏去 其实就编个理由 油闪玩水去了 是吧 躲出去了 他不敢去 为什么 一般 这个洪水退了之后 容易引起 他怕死 人家这次最关键的 包括武汉 所以他烦 他自然然可能就是 后来有人就给他汇报 说文家宝 送了花圈 因为这花圈不可能是 温家宝亲自写的 但肯定是他同意的 就他的秘书 他身边的人告诉 有一个老先生过世了 要不要表示表示 还表示表示 这挺重要的 其实也是喜欢看他的作品 应该纪念纪念 人到老了不都这样吗 觉得也不是太敏感的事 结果呢 可能 这个习民习办 或者是 这个 温清 就是正发给这些人汇报 汇报 那你肯定生气 你在 讲文家宝 他就生气 就想起 地震温泉 那个事 人都是这样吗 哪壶不可以 踢哪壶 你踢他生气 是吧 这是一种 一种 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什么呢 他送了花来以后 就像这个文章 讲的分析 就怕去看的人 肯定很多 因为他在四川 你想是个作家 作家就是这样吗 一定是朋友 都是挺重感情的 都来看 那一看 看着花拦在着 就容易互相连天 引起一定程度的 这个恐慌情绪 不满情绪 汇集起来 就很害怕 对不对 你就想想 他现在 习民最好 发现的就是 胡温这个年代了 是吧 你胡温这个年代 是主题思想 也是骗 但是最起码 还知道骗一遍 叫和谐社会 到了习近平 叫新时代了 你们都是具体内容 我直接跨越一个时代 其实是帝王时代 就是搞了 这个秦首王这一套 不自量力 用那个 这个任志强奖 放那一套 就是原儿的小丑表演 是不是 但是他认为 他自己还有本事 就把中国搞得 尽力的程度 自然而然 就特别警觉 胖老明星 这个问鼎 挑战 量成这个群体型事件 我认为 大概率是 是这两个原因 造成什么 就赶快 把他移走 给他拿走 那自然而然 王小胡 也是个马屁性 要把这个危险 这些因素 扼撒在萌芽当中 他们吓死了 你就想想 现在可谁 都怀发 是不是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闻了 这个新闻到现在为止 我看为止 一共有1424个人 已经看了 但是今天我看到是 万维网文客当中 点击率排的第一 这很值得关注 那当然 这个 还有待看了下过几天 这个文章有多少人看 你就想想吧 即使是1424个 也不少 一个人传10个 10个传一本 你就想想吧 这都是比较好的文章 为什么最起码 他真实 不像有些小道消息 一看就是 下扁 是吧 一会儿说 这个 温家宝 一会儿讲这个 这个汪洋 多数都是唯异 胡春花 他看的都是唯异 是吧 这个李克强 怎么怎么样 是吧 一看就是不靠谱 你就想想 一个官员 能探个几十亿的 没有几个 我估计现在 探最多的 就应该是李红忠 你去想想李红忠 是在一个纸醉金米 登恒酒恋的年代 当神圳市委书记 你就想想吧 因为那个年代 刚好哥们闯天下 是吧 东北老卡闯天下 我是知道那时候 是这个神圳的设施 和腐败 我就跟你讲 而且那个时候 好像现在还有什么电子货币 还有什么监控室 摄像头 还有什么语音识别 物态识别 什么也没有 那时候赚这个做生意 全都直接砸现金 是吧 而且是公开的 就行为社会 那时候最最腐败 那个时候正好这个 李红忠的这个位置最美呀 你就想想广东省的官员 那不是肥头了吗 那个钱你也不知道 知道整个多少 是不是 为什么他现在 用肉麻的头吻 和此剧吹捧习近平 那是因为他恐惑 他就等给习近平 达成一个默契了 就是我吹捧你 盲目的吹捧你 就是把你吹上铁 你别整咱哥们 是吧 这个习近平也不傻 他心想你 因为他要整他的话 他他虽然不是红二代 但是他是 李铁英的这个小用地 他整他就给李铁英得罪 李铁英可是 蒋荡荡的红外代 也是个腐败分子 是吧 他那个儿子在大连 整的钱 不会低于私利 我就跟你讲了 是吧 但是在大连人都知道 你想在那个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他就在那个 另一边大厦 就住的 整个二十八层 就想什么都不干了 什么房地产 什么广告 什么都干 是不是 他招的俩人 不都大连日报 一个大连日报编辑 一个是网黄店 这个文化馆的创作员 那个创作员 还是我一个学生 写诗的 是吧 我讲的事 没有一个是假字 全都真的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现在 讲这么具体呢 就是对我老江来讲 来日报多了 是吧 我再给我这个 真实的信息 告诉你啊 那么回到 温家宝这事啊 就温家宝啊 应该讲 是中共党内 应该讲 在我看来 是一个确实是 还是一个 有一些 过去做的 这些事情当中 还是有一些情节 令人感动的官员 对于官员来讲 说心里话 你要想 发财当长官 就是 给人们留下 这毁灭 让人们想起 你来执政的时候 确实对老百姓 还做了一两件事 你就想一想 如果是当官 就像习近平这么整的话 就他有一天 他不干的话 你告诉我 你们怀念他什么 就是 所以可能 温家宝这次 送过花篮这个事 被移走啊 并非空穴来风 可能是确有其事啊 好 谢谢 再见